好,那個講離線燒路會用到M-Block 那麼所以 所以各位要麻煩Google一下M-Block的網站 M-B-L-O-C-K M-Block 那M-Block呢 進來之後Squatch3.0這邊 這個就是M-Block的網站 那他們是一家 就是各位看到M-Block那個做車子的 做這些創客的東西的公司 那他們的那個M-Block的軟體 也是從Squatch拿去改的 然後他現在也有App 那請各位從這個M-Block for PC 這裡點進來 點進來之後它有兩個版本 我們要燒路Arduino用的是M-Block 3 這個是從2.0改的 從Squatch2.0改的 然後M-Block 5呢 它是從3.0改的 但是這裡面目前還沒有 能夠操作Arduino的東西 所以這個部分 等一下我們有時間也會用 因為它裡面可以講那個大數據 那個人工智慧跟機器學習 那所以兩個可能都會用到 但是我們請先下載M-Block 3 這是第一件事情 下載M-Block 3 第二件事情呢 我們還需要Arduino的IDE 因為你在 它在使用 它在燒路那個Arduino程式的時候 它也是使用Arduino的IDE 所以Arduino IDE還是要先抓 那所以你可以到官方網站 Arduino Arduino 那這邊點進來 這裡有一個 Download Software的Download 下載它的軟體 然後 這邊Download IDE Download IDE Download IDE 這邊 這邊你就選Windows Windows的安裝板 要安裝 不要用那個 非安裝板 因為它會直接呼叫 直接呼叫 然後它問你要不要Donate 你如果有錢你就幫你贊助 沒有錢就算了 Just Download Just Download就可以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抓兩個東西 一個是Arduino的IDE 原版的Arduino IDE 另外一個是Mblock的3 Mblock3 如果你這兩個東西真的找不到 沒關係 來 我也幫你服務好了 記得 研習分享 研習分享的創客軟體 創客教育的軟體裡面 你用名稱稍微排序一下 Mblock在02這裡 然後Arduino在 然後Arduino在 Arduino 我到後面去了 還是被刪掉 Arduino各位就從原廠那邊下載好了 對 對 真的我把它拿掉嗎 為什麼我會這麼不理性 好 那麻煩各位 Arduino的IDE 跟那個Mblock的3 把它下載一下 阿5等一下再下載好了 不然怕大家都擠在一起會下很慢 有不清楚的要舉手喔 檢查一下 ArduinoID在原廠網站有 software的download 然後你就justdownload就好 你不用donate 當然很有錢就donate 那 另外那個Mblock也是在原廠的網站 然後它有PC版的 PC版的 然後Mblock3 這兩個東西請把它下載回來 下載好就直接解壓做安裝就可以了 直接安裝 它好像不是一個版 直接安裝就可以了 加載實bs 小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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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看 這就是安裝有一個 直接呼叫Arduino的ID來把程式丟進去 下載好就直接安裝 下載好調 在白玉 左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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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衛 左衛 左衛 嗯 好,應該都在安裝了 好,那還有沒有人還沒找到地方點下載的 好,那還在下載安裝的過程中 我們就先來提一下那個模擬器好了 好,切換一下畫面 好,那我切換一下畫面 3,2,1 好,那現在Arduino的模擬器,現在有兩家 有兩家,一家是Webduno在做 一家是SyncCAD也有做 那我們先看SyncCAD 那個SyncCAD它本來是一個畫3D圖 我們玩那個創客的時候 在畫3D圖的最簡單的軟體 最簡單的線上的網站 那所以各位可以直接打那個SyncCAD 那也可以從我這邊,也有連結 不過滿下面的 在我的照片的旁邊 線上3D繪圖 SyncCAD 點進來之後 SyncCAD 點進來之後呢,要麻煩各位 可能要註冊一下 註冊一下 註冊好就直接登錄 好,麻煩各位 你直接搜尋也找得到 T-I-N-K-E-R-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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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你有玩那個3D列印的這個網站應該都會有加入 好,那請各位一邊註冊 一邊把剛剛兩支下載的東西裝起來 T-I-N-K-E-R-C-A-D 早期他這個電路模擬 他是放在他的 AutoDesk的123D的網站裡面 那後來 他就把它摸到這個Tingercad裡面 大概也是因為那個創客的趨勢 他覺得小朋友開始玩這個還不錯 所以就把它擺在一起 所以現在這兩個東西是放在一起的 電路模擬跟那個 畫圖 畫圖是放在一起 好,都註冊好了嗎? 登錄了嗎? 如果你要讓學生玩 123D他的網站 唯一要注意的一點就是 使用的年齡要超過好像是15歲 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縮明 那所以如果你要讓學生申請 這有一個很難以後的地方 就是要叫他謊報年齡 所以這也怪怪的 跟教育不太違背那個 或者是要用那個家長電子郵件認證 那就比較麻煩 所以如果要比較合法的使用 我是建議你就是直接申請好 30個人的帳號 直接給他用那個帳號 這樣不然就不要提這個問題 好 那我把畫面切換一下 他的操作很簡單 我先切換一下畫面 321 好 那在你進到Thinkercad之後 如果你是第一次進來 他會跳到那個教學 畫圖教學的畫面 那請你直接在左上角他的 那個九宮格的這個Mark 點一下 他就會回到他的首頁 回到你的帳號的首頁 那你的帳號首頁呢 這邊 這邊右邊會有你曾經做過的專案 左邊會有三個目錄 設計就是畫圖的部分 那Thinkercad就是電路模擬的部分 那課程就是他教你畫圖的部分 那所以我們要切換到那個Thinkercad 切過來之後呢 這邊就直接可以create一個新的 就是開一個新的電路圖 那你點了新的電路圖之後 他就會出現那些 所有的一些零件啊介面 那因為他是在網路上 他直接用網頁操作 直接用網頁操作 所以你的電腦即使很爛 都沒有關係 包括他的3D畫圖 不需要顯示卡 因為他是吃網路的 所以網路順最重要 網路順最重要 電腦不用很高檔 好 那所以你看到右邊會有一些零件對不對 這個一般常用的電子零件 下面還有一個Arduino 下面還有一個Arduino 那所以如果你是做基礎的電路的連接 比如說LED拿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改他的數值或者原色等等 然後電阻拿出來 接上去 然後再加個電源 電源 電源就有正負的問題 但是 他有顏色 我把它拉近一點 好 那顏色的部分 LED有正負極嘛 所以紅要接正 黑要接負 所以這個黑 就把它接到負 那紅就要接到正 接上去之後 然後當你要開始模擬的時候 就按 Star simulation 點一下 就亮了 好 就會亮 這是簡單的電路模擬 所以那個國小自然客 四年級的時候如果 如果不巧 剛好沒有買到零件 就這樣上就可以了 然後他 他如果並連串連 他的燈泡亮度也會改變 所以可以去調整使用 然後包括他的那個 什麼電壓值啊 這個都可以調整 電阻值都可以做調整 好 那這邊也有電池 所以你不一定要用9B嘛 好 那這個是基礎電路的部分 各位先登錄進來 先試著操作一下 他很簡單 非常簡單 好 所以其實我剛用9V電池應該是不對的 因為LED9V特,電阻要大一點,不然會燒掉 我們應該用電池盒 3顆的電池盒,4.5V比較剛好 以前那個,各位知道PHET嗎? PHET那個網站 所有的一些科學實驗 所有的一些什麼地理啊 那些包括什麼量子力學什麼 上面有很多模擬的模擬軟體 那包括這些電路磁線也都可以在裡面做 有趣的是,如果你比如說電池接很多 你接了100顆 9V特接100顆不是900V特嗎? 那你把LED穿上去之後 你一樣開始模擬它會整個燒起來 它就會那個動畫都會呈現 所以你亂搞它也就是亂搞實驗的樣子 所以那個很有趣,蠻真實的 這個接,把電壓弄到900V 不知道會不會燒起來就不知道 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那反正就是不管你串連並連 它的燈的亮度都會不一樣 所以蠻符合那個電路的一些基本的東西 然後電阻可以改那個主值 一般我們接LED電阻大概在200到300都可以 Ohm 那如果你是一般感測器的話 通常我們可以弄到10K 做分壓用 好,二耳機去了嗎? 謝謝 谢谢大家 那个ArduinoID要下载安装版哦 Install哦 你不要下载那个ZIP或是APP哦 因为我们要装在电脑上面 不是只要说使用 不是携带型的哦 好那这个模拟OK啦 那我们来看一下Arduino怎么弄 切换一下画面 321 好那不要的东西就直接一样Delete就可以了 选起来Delete或是这边有垃圾桶 好那这边有Arduino 把Arduino拿出来 那个滑鼠拉远拉近可以放大缩小 好那假设我们就最简单的 这个LED 然后加个电阻 好 然后 户籍接到GNT 然后我如果要用十三角控制 我就十三角去连正极 好这样子电路都接好了 那电路接好之后 这个电路看一下 1K 1K 其实它也可以亮 但是 我们通常习惯上是大概200 200到300欧文 就好 那调不调都没关系 反正都等一下都会亮 好那因为我们接的是Arduino 所以我们要写程式 那写程式在这个地方 code 就点一下 好 不过它都还是英文的 都还是英文的 都还是英文的 那没有关系 反正这个字母都很简单 好 那所以我们接在十三角 那你就要用十三角去控制 那所以这个set pin 第几角 to high 所以就是用这个 这个build in是内建的灯 好 set 我们是十三 所以你要选十三 土三 土三 土派就是把它射成高点位 如果你要闪烁的话 就要一个long 然后它也有等待时间 这跟那个squish就长很像 它没有那个 开始那个 所以不用 就不用开始那个 好 那当你要开始模拟的时候 直接按start simulation 它就开始动作 就这么简单 所以假使你只是要学基础的 这种控制的话 然后你又没有板子 可以来这边玩 那如果 如果你要修改电路 你就要先把那个模拟停止 先停止模拟开 再继续修改电路 那它上面有一些简单元件 那它上面有一些简单元件 按钮 可变电阻 这些你就可以把它拿来 拿来试用看看 包括那个DC马达 电晶体 RGB LED 光明电阻超音波 它都有 人体感测器 这些常用的它都有 所以这些基础模拟 在这边就可以做 而且它这个图蛮漂亮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是做教材 你直接来这边把图画 剪出去就好了 如果你要做教材 这个图总比你用照的漂亮多 或者你用手画的 街角画的乱七八糟 所以这边图是可以画的 那其实画电路图 我们另外还有一套 叫freezing 那一套也不错 如果你电路接收 它也是真的不会动 基本的输出路 其实用这个也都可以玩 只是我们上课 那个国中小 其实还是喜欢动手做 因为他手没有摸到 就少一份那个感觉 就没有那个Maker的感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大喜欢 我比较喜欢Adrenal 其他的像那个Michael Beat 你教学就是那一片而已 你都很少很少会外接什么东西 所以你没有动到手 就没有那个Maker的feel 没有那个feel 就没什么动能 小朋友大概也是这样 他就喜欢动手 所以尽量想办法给他动手 那真的动手跟在荧幕里面用滑鼠动 其实是不一样的 各位在教学眼里都有学过 那个 多感官的学习 或者多元智慧的部分 他的那个脑神经连结 比较容易串在一起 比较稳固 所以他的学习会变成经验 他一旦变成经验 他就很难忘记 如果你是纯知识性的学习 你就要不断的复习 不然他很难进到永久记忆 所以这个就是虚拟跟真识的差别 所以还是喜欢动手做比较好 有些老师会怕像国中生 他们如果开始玩电子零件 那有的会怕说一开始不太手接收电路 那如果你先让他模拟一遍 再去接电路 也会大大的降低他的错误的发生率 好 不要用阿姨 用可用 因为他的 不好意思忘记跟各位讲 我以为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个所有网路上 比如说你要3D绘图 或是要什么 如果你是用网页的话 都请你都用可用浏览器 或者是Firefox 或者是Opera都可以 就是不要用IE 因为他有几个技术没有支援 有几个技术没有支援 所以他用IE的话会动不了 用IE会动不了 所以请不要用IE 用可用浏览器 比较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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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些特殊功能不能动 可用才可以 好 所以我们其实 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发电线很早就通令 就通令大家全部不用可用 没有在用IE的 所以我们不太会记得这个问题 好 所以不要用IE 所以通常用IE的 我们就知道他可能很少接触电脑 好 那这个部分OK 那我们再来讲另外一个 WebDunel 那WebDunel它的积木就 比较不像Squitch 它积木比较像一个Blockley Blockley 然后是 应该是类似JavaScript的语法 好 我们切换一下画面 321 好 那WebDunel 它的模拟器 后来被高雄买走了 所以是高雄教育局花钱 让它可以开放在网路上 那各位可以从 一样可以从我这边进来 那WebDunel WebDunel 模拟器在这边 各位 就是私之类问题这边 这旁边有一个WebDunel Arduino 模拟器 从这边进来 不然你去他的官方网站找 可能会找很久 好 请各位进到这边 他不用登录 不用登录 直接进去就可以 请到我的网站上 右边 找一个WebDunel Arduino 没有模拟器 这个也是网站 也是网站 所以不用装什么东西 直接上网就好 一样 不要用IE 谢谢 IE 不支援很多技术 那如果说你未来 你做的装置 你想把它直接上网 不管是有线或无线Wi-Fi 目前看起来 用WebDunel 做的东西是 网路是很稳定的 网路的使用是很稳定的 所以你的物联网装置 如果你真的要做物联网 还是建议 我个人建议 还是用WebDunel 会比较稳定 比较稳定 那你如果是用 那个Arduino用Squake 或用Emplugly 或用什么其他的方式 去处理的 那个网路好像 感觉上 包括那个WFDunel 那网路感觉上 都不是很稳定 这跟他们的技术有关 那WebDunel 是原生 就是用网路在处理 他不是用别的东西去改 或者是通讯 所以他应该是会比较稳定 好,都进来了 找到了 好,那我切换一下画面 321 好,那么他的模拟器 这边会有一个框框 这个框框就是 给你放零件的地方 那他的抽屉在这边 给他打开 里面有个元件 这边就会有Arduino的元件 你把它拿出来 框框很响,对不对 他可以拉到 被拉到 然后一样滑鼠拉远拉近 他可以适当的缩放 适当的缩放 好,那跟刚刚一样 我们就拉给LED 那这边 他没有做电阻 所以他没有特别针对 那个电路的部分去做教学 他就是一个4E的教学 那所以你就直接把负极连到GND 那这个要脱衣 用脱衣的方式 这样黏上去就好了 这个就没有电阻的问题 好,那零件就可以收起来 好,所以这样子就可以把你的零件给安置好了 然后呢 你要使用 你要拉他的积木 积木在这边 他的积木在左边 他左边的积木 他要先把开发板拿出来 先选开发板 所以你点一下会出现这些东西 那我们这一片 在他的模拟器里面 是要用这一个 开发板 马克一号或Fly 然后使用模拟器 这一个 那这个就不管 这个是你真正使用马克一号的时候 他会每一片板子上会有一个号码 好,所以我们就点这一个出来 这一个才能够启动这一片板子 好,那他的那个 比如说你要用LED 就点点LED 然后你要先设定LED是定几个角位 然后你想要让他闪烁 就全闪烁 他的语法跟Squatch不大一样 你要用开关也可以 也可以 好,就这样子 那所以这样子你要执行的时候 直接 对不对 那就开始动作 好,来各位试一下 这个模拟器呢,他左边提供的零件就会比较少一点 他慢慢会 看高雄市有没有再多加一点钱 慢慢东西会变多这样 他这种broccoli的积物 他的,因为他的语法比较趋近文字语,文字语言的语法 那所以,对初学者 如果你是国小 我是建议 不要从这边入手 因为那个语法会有点 不太容易 很直觉的理解 尤其是他条件判断那边 好,他想叫来 好,好 好 好 好,所以這兩種模擬器是目前有的Arduino的模擬器 那我們國小還是會比較建議那個TinkerCAD 可是TinkerCAD的積木是英文的對不對 很難取捨,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改中文 好,那國中其實你就可以用這個Webduno的模擬器 其實撇開這個不談啦 那個Arduino一片才,對不對,一百塊而已 還是實體的比較好用 好,那各位一邊練習一下模擬 然後一邊看一下剛剛那兩支程式都下載好安裝好了嗎 你們如果未來要上這些就是網路 用拖曳的 所以要在那個點上面點下去之後拖曳直接拉到那一段 好,直接,直接到這兩支 直接到這兩支 直接到這兩支 這邊到四支 這邊到這兩支 這邊到幾支 寫室的履歷 對啊 沒有 按下去那個方便會出現 沒有 沒有 就是在這裏 他的電腦就在這裏 所以他把他 都打 這樣 不能這樣 直接插上 沒有辦法 你的腦筋 第一次看到 那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好 應該 你的華碩跟他感情不好 好這部分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們就來玩那個燒爐的部分 好 那我再把畫面切過來 各位那兩個都裝好了 切換畫面 3 2 1 好 那在使用Brothery的時候 那個請你把你的Transformer 跟Squatch 全部要關掉 因為他們兩個如果在通訊的話 也會干擾 他們不能共存 好 所以請你把那個Mblock直接打開來 然後Transformer跟Squatch要關掉 兩個都要關掉 好 然後呢 Mblock本身 它也可以類似像Squatch這樣 也可以直接來模擬控制Arduino 是可以的 但是因為它之前的版本一直有一些問題 一直沒有解決 所以我們一直沒有在推Mblock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然後第二個原因就是 因為它之前一直是對岸做的 所以基於政策的關係不推 那可是後來呢 後來聽說那個模擬的有錯誤的問題 終於N年後終於解決了 然後第二個它已經變成一個國際化的公司了 所以未來如果各位要使用它的話 應該還是不錯 還是可以 好 那你要用這個板子 用這一個軟體之前 你要先做一件事 我們要先把它連接起來 那連接的時候呢 你要先選你的連接鋪 連接的序列鋪 然後你會看到你的板子 看多少 你每個人會不一樣 就先去做連接 那連接完之後 這邊會出現已連接 但是這時候還不能通訊 因為韌體還沒有燒上去 所以一樣再按連接這邊 然後這裡有個更新韌體 這個動作會把Mblock 跟通訊的那個翻譯的部分 中介的部分把它燒在韌體上 所以請你先按更新韌體 然後它會開始從0跑到100 如果它沒有在跑 如果它沒有從0跑到100 就會不能用 就會不能用 所以你一定要確認它 有從0跑到100 那如果中間有什麼狀況 你就要去檢查 你的是不是 Transformance 是不是有開著 或者有其他的原因 來各位先試一下 不知道我這裡為什麼會上傳師班 你要確認 務必要確認你的Transformer 跟Squatch Earth關掉 對對對 剛剛少講一個地方 那個控制板 不好意思 那個控制板一定要選UNO 我們的板子是UNO 因為它現在也支援很多板子 所以你的控制板一定要選UNO 如果你不選UNO 也是連不上去 所以這時候更新韌體應該就正常 它就會開始跑 所以反正它沒有在跑 就是檢查第一個連線 第二個Compo 第三個板子選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請各位把它做一下更新 好請各位把它做一下更新 它早期它那個bug為什麼一直不改 因為他們 他們東西改至Squatch 那Squatch是Open Source 所以按照那個 按照法令 他們從Open Source的東西改過來之後 他們也要Open Source 所以他們的東西有Open出來 可是因為他們是一家商業公司 他們賣他們的機器人 所以你用他們的機器人的部分 完全沒問題 但是你用開放硬體 Arduino就會跟你 有時候這個燈不亮 有時候那個燈亂亮 就會這樣子 這跟他們反應過 他們一直沒有改 所以後來一年沒改 兩年沒改之後 我就徹底拒絕使用這個軟體 那一直到 但是 但是目前 也因為只有這個軟體 你可以直接把程式 在Squatch的這種畫面的程式裡面 把它直接燒進 轉譯成那個Arduino的C 然後燒進那個ID 燒進那個Arduino裡面 只有它可以的 所以這個部分 我還是如果需要用到燒錄的話 我還是只能用它 沒得選 你沒有接 他要接上去 你沒有接 他要跟誰 不是虛擬 他要跟板子連 然後跟板子連 然後他們的女才能燒進去 好 好這個部分連接有沒有問題 好韌體也都燒過了 燒過了兩個才能互通 才能做後面的動作 好那我繼續 當你燒完韌體之後 那基本上 這邊的操作跟Squatch2 就一模一樣 舉例來講 比如說 你要直接模擬 當我開始 點運氣之後 那我的機械模組這邊 它會出現 因為你這邊已經選了Arduino 所以這邊會出現Arduino的積木 這個積木都是很像的 都差不多 那所以呢 你如果要開 比如說13號的燈 內建的那個燈 你就拉這一個 設置數位角位 為高電位 然後 假設我要閃爍 那我是13角 13角 13角是它內建的那個燈 內建的燈 好 然後高電位 低電位 然後等待時間 重複 當你做好之後 你要按 綠期之後 你一樣可以看到你的板子 板子 那個擴充板 上面的13號燈在亮 那我們擴充板上面的13號燈在這邊 在這裡 你的擴充板延伸的13號燈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燈會已經閃一閃的 這個模擬的部分 完全是跟 剛剛全時空的 是類似的 完全類似的 那可是重點是這樣子 好 我現在讓它閃快一點 這樣等一下才看得出來 好 所以它就閃很快 對不對 所以確定是沒有錯 確定層次可以跟它溝通 好 重點是這樣子 重點是今天我們這個東西如果要離線 不要再 不要連著電腦的時候要Run 那這個層次就必須燒進電腦裡面 那怎麼樣燒進去 注意看一下 你把這個頭換掉 把這個頭換掉 然後在機器的模組裡面 改成Arduino組程式的頭 第一個換頭 第二個呢 請你按 在上面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上傳Arduino程式 你把它點進來之後它會出現 它會切換視窗 多一來 它會把你的寫的程式 變成Arduino的C的程式 那所以如果小朋友想要學進階的 他比如說從圖形的 要跳到文字的 你想讓他有一個對照 可以有學習的話 其實這裡不錯 他就知道原來我13號輸出高電位 在這邊是這樣子 Digital right 是三角然後E 類似這樣 所以你可以做一個對照 好 那最後呢 最後一步在這邊 上傳到Arduino 當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他就把這個程式編譯 編譯完之後就會直接 燒進Arduino裡面 他上傳完 他也會跟你說 他這個編譯的過程中會稍微久一點點 他也不會很久 上傳完之後 他的程式就已經在Arduino裡面 這時候你的Arduino只要接上電 就可以去做不用電了 所以你把你的USB線拔掉 然後直接接上你的行動電源 然後直接接上你的行動電源 他一樣刷結 刷結 這個就是他的離線燒程式的方式 目前Squid就是長像 程式的長像像Squid的 但是可以弄到程式可以寫進來的 就只有一個Block 所以你國小小朋友 如果是用Squid在學程式的 你要把它燒進去 就目前只有這個方法 他自動幫你轉 然後可以燒進去 那當然你接著什麼模組 就一樣都會動 所以各位可以試一下 所以你要先確定你的 跟他可以連線可以模擬 然後你程式先模擬試試看 沒問題 沒問題之後呢 沒問題之後你再把頭換掉 把那個程式的開頭換掉 換成那個Arduino程式 然後再按右鍵去上傳 這樣就可以把程式燒進去 那他等一下我會提醒 有一些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有些東西是不能用的 還要把他把 也要放進去 來自我先把說明 現在 factory 是從今成功王山上 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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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模擬要用這個 這個是燒整次用的 模擬要用那個 各位 模擬要用點綠旗喔 模擬的時候你的層次開頭要用點綠旗 他才能夠模擬現場模擬 等到你要把層次燒進那個板子上 你才用那個Arduino程式 這兩個開頭分不一樣喔 他直接把程式變成code 直接燒進去 在下面那個場場的晶片 ATMega 328那個晶片 這時候這一支層次是存在你的Arduino的板子上 所以你去認 你只要任何有供電的喔 你家裡不要的那個變壓器 換成DC頭按 直接插上去就可以用了 不用任何電腦連接了 他就是按照裡面程式在運作 所以你會做這個喔 那個交通部可以去上班 你可以管紅綠燈 那個都離開電腦運作了 然後包括那個廣告公司 你也可以去上班 因為霓虹燈也不需要電腦 霓虹燈喔 廣告燈那個霓虹燈 你要怎麼正轉啊 反轉啊 閃一閃啊 這個都不需要再弄一台電腦 這個都是Arduino都可以做的 沒有 嘿嘿嘿嘿 這個就是問題的 因為你要看他提供的積募裡面 有沒有可以控制的 對 有的才可以沒有就不行 這是等一下我要講的 哎 啊 如果你真的要控制其他的人 就要自己寫IDE的那個C C語言 然後自己上去找韓式庫 自己寫文 自行的 哎 對啊 所以哎 但是國小國中用夠嘛 國小國中初學程式夠用 他簡單的比賽夠用這樣 然後因為他是要寫入到板子上嘛 那板子不是電腦 所以一定也沒有多媒體 所以你不能叫他彈DOREMI 你也不能叫他有小貓跑來跑去 那不可能 Arduino板子沒有小貓可以跑來跑去 所以那個積募會全部變顏色不能用 如果你一旦用了那個Arduino的頭之後 你去看其他的積募 變灰色的那個就是都不能用的積募 而且不能多工 所以你不能寫兩條 不行 他只能單一條程式 這個就是他的限制 一旦你要把它寫到硬體上面去 那個硬體Arduino本身它是單工的 它多工是在我們軟體電腦裡面模擬出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在寫這個程式寫進去的時候 就只能寫單工 就是只能一條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事情要分工的 請你自己用你的智慧 在那一條程式裡面去處理分工的問題 這樣各位了解嗎 如果你去外面 就是當程式設計師你就會知道 一個單工的CPU 然後你要讓它做多工的處理 你就是要用一些分時間的方式 有三件事A B C 三件事 我就A做一點 B做一點 C做一點 再回來 A做一點 B做一點 C做一點 這樣子就是分工 你把它時間軸拉長遠來看 這樣就是分工了 但他們就是這樣處理的 軟體就是這樣處理分工的問題 那所以當你決定要把程式寫到Arduino上面去的時候 你就在這裡你就要必須把 你原來如果有多工 你就要自己把它調成單工 就是單一條程式 它不能寫兩條程式進去 就自己花點腦筋 看要怎麼樣去做分工 把它弄進來一條程式 所以它第一個不能用多工 第二個不能有多媒體 就不能有多媒體 第三個很重要 LED顯示的時間 我昨天有講 對不對 一旦你要把它寫到 變成那個Arduino的C寫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現在沒有加那個暫停時間 沒有加等待時間來各位寫寫看 你現在不要那個LED亮面 你中間不要加等待時間 你把它轉成ArduinoC 你去看程式 它沒有那個delay時間對不對 然後你燒進去你看看 你上電你送送看 你一定看不到它在閃爍 因為速度太快了 這樣各位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一旦要編成那個 它的ArduinoC寫上去的時候 你在顯示上面的等待時間 你比較特別注意 因為那個速度差很多 速度差很多 好 這個部分還有人寫不上去嗎 應該都可以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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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很大的專案 你用這個其實還可以直接換成C把它寫上去 如果太複雜了 我就不敢保證它會不會執行有問題 好 我們再繼續補充說明一下 3 2 1 好 好 好 那如果你要回到剛剛的畫面 這裡有個返回 好 當然你也可以轉到ArduinoC 直接改它的文字層次 好 也可以啦 好 那我們返回 那返回之後 你一旦頭換成這個Arduino之後 剛剛講 這些 這些東西 好 這些東西 雖然你看還有對不對 好 但是你要把它拉出來 好 拉出來 然後你要切換到那邊去的時候 它會跟你說 不支援的模組 叫你把它移除 好 因為Arduino不會說你好 那包括這些外觀的 那個什麼動作變更的 小貓走來走去 這些都不行 所以這些都要移掉 它才能夠繼續上傳 那你也不能這樣寫成兩支層次 它也沒有辦法讓你寫成兩支層次 抱歉 不行 不行 即使你寫成兩支層次 你要編譯過去看 你就知道 它會把它拿掉 放在旁邊 好 那所以這個是要注意的 然後另外就是 它提供的這些東西 沒有的你就不能控制 沒有的你就不能控制 比如說 現在有的是 一般的數位跟PWM的輸出路 還有類比的輸出路 一般的都可以 就我們昨天講的那些 一般的數位類比的輸出路 它都有 都有 但是特殊模組就沒有 比如說 點陣LED 比如說LCD 這些就沒有 超音波還有 溫濕度沒有 所以這些就是它的限制 它目前就是提供這些東西而已 所以一般 如果你就是用一般的感測器 圓件這個還是都可以使用 馬達也可以 好 大概它的範圍限制就是這樣子 那當我們已經把這個程式上傳過之後 如果你還要再模擬呢 怎麼辦 你看喔 這邊現在就沒有連接 對不對 因為它剛拔走了 我現在再接回來 好 就算我接回來之後 就算我那個連接 區列部我也把它連上去之後 它協議連接對不對 這時候你去改 其實它不能喔 它沒有用 它就不能模擬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不能模擬 因為它現在裡面的韌體 不是跟它溝通的韌體 這樣各位了解嗎 你現在那個板子上面的韌體 是LED在閃的那支韌體 不是跟這個M-FLOG溝通的韌體 所以你這邊在不管做任何修改 其實它都沒反應 不能模擬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還要再模擬 就要怎樣 再更新韌體一次 如果要再模擬 如果不模擬 要直接燒 那就不用再更新韌體 因為直接燒的動作 你連接部已經通了 然後你就其實就是直接燒就可以了 比如說改個疫苗 這邊改疫苗 然後一樣上傳 這個就不用再去做那個 不用再做更新韌體 你就直接上傳就可以 這樣就要解了 你如果是直接改阿電話程式 要直接上傳的 就不用再更新韌體 但同樣的 如果你還要再重新模擬的話 這個頭要換回去 換回去之後 你記得要重新連接 重新更新韌體 這樣就可以再模擬 阿不然你會以為說不能用了 壞掉了 不是 這個部分給各位補充一下 你可以去點點看它的控制板 你會發現現在資源蠻多板子的 包括那個小小片的大拇指一樣搭的Nano 或是其他的 它下面的那一堆是他們公司出產的 什麼M8的機器人那些 Piccaball它也可以用 所以你的Piccaball如果還在的話 它也可以控制Piccaball 啊Transformer也可以 Transformer也是多了好幾個板子 所以各位的選擇其實很多對不對 那有時候我們在做比較大型的案子的時候 我們會做系統切割 如果說那個A這個板子 它做的事情是固定的 那我就直接把層次燒進A這個板子 然後我電腦這邊我就控制B那個板子 然後只要一個訊號去給A的板子 那A的板子就做什麼事 所以你可以這樣子去做系統切割 那有些是可以任體直接燒上面 然後這樣子你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不會只被一個板子限制住 所以我們要來明顯示 那就是這麼致命的 進去餐 fait一個板子 不像蔔的棒子 但是不算接著 謝謝你們 謝謝謝謝 中文字幕——YK